站在宣傳車上 對著工廠的滿滿人潮說話 活力十足 女學生碰到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的拳頭害羞尖叫 安倍晉三親自走近人群 和民眾一一集拳 親民舉動 還有這個 停下腳步和高中生自拍 只要和安倍晉三 擊掌過的民眾 看起來都非常興奮 儘管行程滿檔 但他找到空檔 走進古島的在地商店 雙手一抓就將漢堡放入嘴裡 還不時說出很美味 超級接地氣 然而這些卻都只能成為回憶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8日上午在奈良街頭 發表演講時 遭人持槍射擊身亡 不只讓日本人民 感到錯愕萬息 幾乎全球也紛紛一起哀悼 安倍晉三對日本對世界的影響力 國際有目共睹 尤其是在日本國內推動性別平等 女性就業等等的政績 近日來他走遍日本全國各地 支持執政的自民黨候選人 發表競選演講 四處奔走非常忙碌 即便如此 不論男女老幼 安倍晉三面對每一位百姓 總是笑臉迎人親民形象 如今遭槍擊辭世 讓不少民眾格外不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